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本期围城新闻 我是主持人杨雪 首先来看一组本地资讯 7月27号 萨尼奇警方在一次路面整治行动中逮捕了一名独驾司机 据了解 警方还在行动期间发布了为期90天的路边禁酒令和另一个24小时毒品禁令 两项禁令主要针对整治酒驾和毒驾的危险行为 另据警方透露 首次整治行动持续了5个小时 覆盖了Quadra Avenue与Invenous Road交叉路口附近的街区 接下来还将延伸至Trans Canada Highway沿线的400个街区 在这里也要呼吁观众朋友 驾驶时一定要遵守交规 规范个人行为 为自己和公众的安全负起责任 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13日 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 记者在市场中了解到 为了让海外游子能过好节 维多利亚各大华人超市都准备了多款热销月饼 方便大家选购 以维度超市为例 那里即将上架的月饼就达20余种 包括美心流星奶黄 冰皮 双黄莲 五仁 豆沙等多种口味 它们的价格区间也由低至高不尽相同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早做准备 敢在节日抢购之前提前订购自己喜欢的口味 即将到来的2019 Esquimalt 类牌烧烤节在近期公布了活动的日程安排 今年的类牌烧烤节将于9月6日至8日在布伦公园举行 具体地址您可以在屏幕中看到 此次盛会延续了往年免费入场的传统 将为参与者提供诱人的类牌烧烤 美味的本地啤酒 儿童游戏 本地手工艺商品 现场乐队表演和竞技类的活动 同时还邀请了来自西雅图的歌手兼作曲人 伊恩摩尔等音乐界人士为来宾登台助兴 作品包括蓝调 摇滚 乡村等多种曲风 热爱美食和音乐的朋友们 届时不妨去现场一看究竟 7月31号 维多利亚规模最大的华人艺术团体 中华艺术团和长青合唱团举行了一场两团合并仪式 自此两个优秀的华人民间艺术团体将共谱新篇 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提升维多利亚华人艺术氛围 贡献更多的力量 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现场看看吧 观众朋友今天是7月31号 那么今天呢我们维尘新闻是来到了 维多利亚中华艺术团和长青合唱团的 两团合并的活动现场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这两个艺术团呢就将合并成一个艺术团 在今后为维多利亚的华人社区增添更多的艺术氛围 那么在今天的活动现场呢 同时团员们也会带来很多精彩的演出和表演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感受一下 我们的爱一切过满意乎 想要是爱都能闯 今次是爱都能闯 快要见到我们来一遍穿梭 祝你好各位来宾现场的各位团员和家属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杨雪 那么非常荣幸呢能在今天跟大家一起见证这个维多利亚中华艺术团和长青合唱团 两团合并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那么在活动的开始呢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特邀嘉宾 他们是维多利亚乔领 加拿大鸿门达权总社社长陈德光 还没到 还没到 会的一定会来的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王菲菲女士 维多利亚华人协会 维多利亚华人协会 领事维度传媒资深媒体人 善连泉先生 好的 那么中华艺术团呢 作为维多利亚集聚影响力的民间艺术团体 成立至今呢已经走过了十一载的春秋 那么为热爱表演的我们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综合的包容性的展示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维多利亚中华艺术团团长杨湘玲女士上台讲话 这么多人 欢聚在一起 相知到相识 在一起唱歌 在一起跳舞 欢欢喜喜 快快乐乐 这就是一个好日子 大家说是不是 这些都是好日子 我们建团就是为了给大家 我们这么多华人搭建一个平台 给大家提供一个机会 给大家我要 这个宗旨我要先赌一赌别说错了 哈哈哈哈 我们讨论了 这个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 给我们团圆提供一个我们 丰富我们业余生活 能够自娱自乐 强身健体 相互帮助 相互交流 学习技能 和展示自己才华的这么一个平台 并在提高和丰富我们自身 生活质量的同时 我们共同为加拿大维多利亚地区的社会 和社区提供我们的演出和服务 我最后再说一句 在今后的日子 我希望我们大家呢 还是像一如既往的 我们团结在一起 互帮互学 尊师爱友 我没有说尊师爱友 但你旁边的友 朋友 每个人有缘来相聚 就是朋友 然后我们 互相学习 互相爱护 在这个革命的大... 不是革命 哈哈哈哈 太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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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下子知道我是什么年代出生了 哈哈哈哈 在这个大家庭里呢 你看我们 本着自娱自乐 一起唱歌 一起跳舞 强声剑起 然后我们将 我们的快乐进行到底 好 谢谢 现在呢 我们就要将目光转向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主角 也就是我们的 长青合唱团 那么长青合唱团呢 在成立五年的时间里可以说 规模是迅速的壮大 为提升整个维多利亚的艺术氛围呢 是增添了一抹亮色 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维多利亚长青合唱团 张宝荣张团长上台讲话 有请 我们的神功是各位的外国的支持 成功的合唱团 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 一位特别优秀的指挥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 那么我们长青合唱团的常任总指挥夏仙玉老师 就是一样一个这样灵魂级的人物 两个团的合并标志着 围成华人业余文艺团体走向人才集中合作共融的新阶段 他将推动华人业余文化业余文艺团体向前发展 更好的进一步丰富了这个社区的文化生活 提高文艺演出的水平 请我们的陈德光陈社长上台为我们讲两句 有请陈社长 我在这里也是很希望大家在未来大家团结起来 所谓教学上讲 因为今天我也发觉了很多的在这里 他们的本身的艺术的教育非常高 我们教学上讲之后呢 你就会再次提升你们这个合并那个团体 这个壮大 我们也愿意代表其他的环泄区在这里 帮你们携手恭敬 恭创辉煌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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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的微风轻轻吹起 有个声音在对我哭话 回来吧 回来哟 伴起天涯已游走 回来吧 回来哟 我一眼眷飘沫 回来吧 树下的岛堂 青春雪月怎能遗忘 我们总发正忙 共同最好时光 阿波士哥 有我的爱 你永远在我心上 阿波士哥 有我的爱 你永远在我心上 你永远在我心上 回向五位 卷起顺潮 朵朵朗花在八衣熊掌 当天看日间儿 儿何处去 看青春为雨水茅茅 大声为快乐车 想起上粉丝肩膀 车上的街道线上 是我们上夜的保战场 我们踏飞车那个东西枪 找火车那个长桥梁 要想刚到炸头的胸膛 高的鬼子魂魅魅满床 你需要什么理由 我为你付出我所有 感受的缺痛 全部的感受 多少真爱我做 我做江河 万物潮流 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什么地方 我的爱为你保留 不管什么时候 我的神情为你守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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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月圆满 七朝醉 七月 七月 赤湯 月曜西吹 红红 我自己的蜜蜜蜜蜜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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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前 赤旁 月亮细水 红山 醉盖 绵绵开 双双对对 恩爱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春天的黄昏 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下 要回动的声 在波雾中飘荡 不要惊心阳流暗 那些缠绵的往事 画作一粒青叶 也消失在远方 暖暖的午后 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很幸福 很兴奋 因为我们这样子会变成 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壮大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来参与 很高兴能够和维多利亚的长青艺术团一起合并 大家一起搞 我希望华人社团在我们维多利亚的活动 越来越热闹 很高兴 为我们华人这种零聚力感到喝彩 真的都特别可爱 然后而且我觉得我能在这里 能为大家能做一点事情 都是能让我非常开心的 爱 开心的蘑菇 抢出粘粘的喜气 好弹的舞台 从来天天的欢歌 阳光的妖态 重了今天的日子 又生活的话 多是我们的笑容 好了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本期围城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